欢迎回来 巴拿马一间律师事务所文件曝光 揭露全球有多位迷人避税资料 包括准总统蔡英文的哥哥蔡盈阳等家族成员 也在巴拿马设立纸上公司 但蔡家人透过律师澄清 蔡盈阳只是透过境外公司购买理财商品 已经多年未在使用 准总统蔡英文家族财产再度登上媒体版面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日前取得巴拿马莫萨克冯赛卡律师事务所外写文件 赫然发现超过百万笔全球政商名流 在巴拿马所成立的纸上公司名册 其中台湾一万六千多笔资料中 这个名字引发关注 英文拼音翻成中意就是蔡盈阳 眼进去一看还有多位疑似蔡家成员也在列 虽然不见准总统蔡英文的名字 但根据台湾登记地址一查 发现这床两层楼就是阳房 就是蔡英文从小生长位在阳明山上的老家 根据网站资料 蔡英阳是在2008年1月3日成立Copy Limited这家公司 消息曝光后蔡家透过律师回应 当初透过外商银行介绍 设立境外公司目的是为购买理财商品 单一投资绩效不佳 一年不到就解约 之后从未再使用那家公司 近期将禁诉关闭 强调一切合法没有什么好隐瞒